最後一張 315 所以有中 對 你可以開 最後一張 91號 所以中了嗎 沒有 這位觀眾粉絲 他抽出來他是說沒有iPhone的 那怎麼會有這件事呢 那就是我們常罵 那為什麼前面他開都有呢 那唯獨這一次這麼剛好 講難一點 沒有他前面也沒中過不是 但是他有開出來喔 我們沒中都要全開 我知道那個時候他就講了 他有爆料的其中一個點就是說 那時候開的時候是由你們去拿籤 才出現了這張牌 他也可以開啊 但問題是他沒有開場 那怎麼拼出來 我覺得這樣講有點前講 我是說那時候有開出來的狀況下 是你們在現場你們有去拿牌的動作 所以他認為說牌是在你們這邊 那現在他這次沒有讓你們拿牌 他自己拿就沒發現 就沒發現iPhone那張籤 就很全 所以你認為說是他自己長牌 不 我不知道 但是 很貴 那我覺得就給大家去判斷好不好 我也不說到底有沒有長籤這動作 但是 他現在目前消費的狀況是 你金額多少錢我們稍幾 你剛剛掃是 剛剛數是掃四張嗎 掃四張 那不然就要看那邊有沒有 沒有人打 對 但是我現在問題就來了 因為剛剛我們就在確認說 這裡面有沒有iPhone我們才來玩嘛 對 那現在就是說有我們才玩 那你現在跟我講說有可能在那四張裡面 那你前面跟我講iPhone是講價 因為人家做得太多 那我現在問一下我現在問一下我現在兩隻iPhone怎麼辦 嗯 長如果遇到這個狀況是什麼 錢箱的錢 還有加獎上面全部的獎 你對我來說我這一獎是像大筆一樣 其實拍到已經我一開始開開心的 我想已經講到覺得好像有點在 不是你喔 大哥 我不是說你啦 我不是說你 現在就不見了你說抹黑 你真的蠻冷凹的耶 我不知道中間做了什麼 小小我不知道 你們一直都在現場耶 對 你們都看他玩的耶 除非你剛才說他一個人在那邊玩 玩到後面跟你講說沒92號 那你可以說他搞事 你們三個都在現場 他只有兩個一來一女在這邊 我們是後來進來幫你查錢 除非你認為說我進來的時候 把那張牌給抽掉 我根本連你中獎號碼是誰都 我都不知道 那兄弟你想啊 你會希望我們什麼 你太扯了大哥 我現在要講 我也不想拍了 好不好那你們要怎麼處理 你們先處理 那我今天我看到的狀況就是這樣子 尤佛希我又覺得你蠻扯的 就這樣子 真的蠻扯的說實在 沒有什麼好拍的 因為我覺得今天已經 我講實在 我就已經抓到你 抓到你牽不見的問題了 你還在跟我硬 阿浩說什麼選不選 阿浩說不要拍 網紅奔版15日拍片踢爆 由佛希在桃園自家娃娃機店 舉辦的一番賞 設藏簽詐騙 投訴人阿浩現身指控 由佛希開的娃娃機店 舉辦抽iPhone15的活動 遊戲規則是總共360抽 每抽200元 其中一張一定會有iPhone的簽 阿浩先前曾花8萬元 卻一隻手機都沒抽到 且後來雖然有抽到iPhone的簽 但他也懷疑由佛希出老簽 把iPhone簽藏在身上 再拿出來給他抽 頓版與阿浩接著直接前往 由佛希開的娃娃機店 把一番賞剩下160張包下 結果打開確實全沒有投獎iPhone的簽 影片中由佛希卻當場質疑這件事很玄 認為自己被惡意抹黑 頓版最後反擊嗆由佛希 根本是炸賭還硬拗 頓版事後也在社群曝光事件後續 只受害粉絲一度求償50萬 並開嗆由佛希 這白癡真的有夠玄 因為你說你有過提到說 你覺得他們有出老簽的行為 是在哪裡發現的 原本在抽100多抽的時候 其實他們都不會去靠近前頭 直到後面簽數越來越少的時候 他們現場有三個人 另外還有他的助手 有伸手進去 假借可能數簽的方式 當時我們已經來不及去阻止 直到最後他更改一個遊戲規則 就是剩下80張的時候 他說我們拿60張 那這位網紅拿了20張 說這樣機率很高 那要求我們付3萬多 那我們也想說那就全包吧 因為他們坐在我們對面 所以我看到他的另外一位同夥 遞了一張簽字給這位網紅 然後這時候就出現了手機 對 因為我只是聽你講 所以我不能去判定說 他到底有沒有做這行為 但是先不講說 他有沒有做簽這個行為 對於我來講 他這種是算戀財的行為 因為如果是你照這樣說法的話 其實他跟賭博沒兩樣 我聽起來我也是覺得很可以 那我現在決定幫你做一個方式 就是因為我要知道 事情真正的狀況 這次的錢由我來出 我來看一下這個簽裡面 到底有沒有iPhone 以及說他到底有沒有去做過多的事情 是不是像你說的 他就是在欺騙你們的信任跟金錢 好不好 那我們現在直接出發去他店裡看看 好那我們現在就在那個 有否西的娃娃集店外面 那我現在就在車上先等待 因為我們就先請當事者進去 玩他們的一番賞 那如果有任何狀況我們就進去 當然我也 我心態是保持就是 有狀況就幫忙 沒狀況的話 我們就回家睡覺 我們就等待吧 好 哈囉 嗨 嗨 上次真的不好意思 我也沒開始講 我們最近都是開直播 有 我有看到 因為我們本來就是很喜歡去領事場 後面就想說來這邊 那裡面還有多少 應該新的 新的 全新的 沒有人知道 因為我們現在都關店 因為現在七場 對啊 對啊 現在一樣是一抽兩百隻 對啊 如果說 你有預算的話 當然是可以 把自己人出的 可以回來 對啊 兩百兩隻 對兩百 千兩百是兩隻 對啊 那 欸最後一百六是變一隻 變一隻 但是看你要不要加碼 對啊 好 假如你兩百沒抽中 剩一百六 我就說 不然就再給你六十張的抽檔 對 他可能三百 或是四百 然後兩隻這樣 不然你後面拼了一隻 我覺得也不划算啊 嗯 對啊 我們最近有去拜拜 運氣比較好一點 瓜瓜類也有重 之前太帥 對啊 就過個月 神明會不會幫這個我不知道 他可能不懂啊 對 如果你要的話就一樣 應該全新啦 因為這都沒開店 三一 三一五 五 二三 六 又是小獎啊 啊有嗎 沒有喔 欸 九二 欸 四 你不要又抽到隔壁了 對啊 那也太 那也太有差了 差一點 不好吃喔 換怎麼辦 這今天 前面一次小獎都抽完啊 我們都抽到隔壁了 現在已經接機了嗎 兩百結束 蛤 兩百結束了 喔兩百結束了 想一下要抽嗎 欸 現在 現在是幾隻 現在一百六十抽 只有一隻啊 但是 就看你要平衡一抽 一抽的話一樣 對啊 對 一抽 噁 一隻啊 但是一隻的話沒有意義啊 一隻的話我們不如現在就幾個 我裡面剩一百六啦 然後我再給你六十張扣打 然後一張四百 一張四百 然後中的話一樣兩百 四百 四百 算一算 你可以跟他們說你們預算沒有那麼多 但是就直接包好了 然後至少可以帶一隻來放中 就這樣講 還是 還是哪一隻呢 哪一隻呢 好至少一隻 現在剩一百六 蛤 如果我們現在現在直接 那繼續抽的話還是一抽 這樣一抽兩百 如果繼續抽 不過我們就一樣一隻 就繼續抽 對啊就只有一隻啊 那一樣一抽兩百 就一百多 通常一百六以後都是三百 都是三百 啊我是想說 欸四百塊一樣給你兩隻啊 對啊 對啊上次也是這樣 那不然是你你選兩隻啊 給四萬八啊 沒有看你的那個能力啊 因為如果說 買一棟就不要玩 就碰碰一棋而已 好 那就 兩百塊了 他就說沒有 那好像一隻 我建議你不要玩 沒關係 我覺得我們不會抽到最後 那不過 至少可以補一下錢那樣 會不會 而且還有GK啊 不是嗎 對啊 對啊 GK小將都算 對啊 一三百 啊你說一抽都變三百 對啊 一百六後都是三百 那只有一隻啊 因為這個 他這個不是給一個人玩 都是給很多人玩 所以就是前面每張 我們就走開這樣 了解 所以講說你沒玩 裡面剩一百六 一招三百 你一定會馬上買 欸你在動啊想 他媽媽在前面花這麼多錢 再把那個機率更高 然後後面又沒有一個 超級奇怪 不合理啊 我覺得 這不是 三百抽一隻 四百抽兩 對啊 怎麼樣 那你說那我四百 然後全包 一百六十張全包兩隻 兩隻 兩隻iPhone 然後不要讓他們碰到錢 還是我們就四百 然後 包 包排飯那麼快 那你就會 不會錢 好啦 走路 哈囉 欸 莫返 應該 知道我來幹嘛的吧 為什麼你會來 為什麼你會來 受委託 喔 怎麼了 那個 首先是 你們這個簽的做法 這樣 首先我們先講 就是他現在不是要 包你剩下的牌嗎 對啊 一百六十張 對 四百塊 對 四百塊 對 因為我現在講的點很簡單的是 我認為啦就是 不應該是這樣的做法 因為你們 價格是固定就是固定 那沒關係 對 現在 簽在哪裡 喔 簽都在那裡 我直接包掉 我直接包掉 一百六十張我買 可以 就這樣子 對啊 就當然可以啊 因為他上次也都有包 對 沒有 因為他上次反應的問題 其實他有講 因為 我這個人大家都知道 我作文廚是這樣 那我會覺得說 他盡量花了八萬多塊 他什麼都沒得到 對吧 這應該 他完兩次了嘛 然後他也跟我講這件事情 我就說 如果是以正常做生意來講 你們這樣等於是在做博弈 也算啦 但是博弈 但是博弈 你們竟然是一番賞 其實就是有一個保底的獎項 那今天 粉絲因為喜歡你 對 然後花了八萬多塊在你身上 你不會覺得 你不會覺得這樣子 已經有練才的行為 上次有跟他講說 這個 如果不要上 然後我就講一件事情是 剛剛你們在對話過程中 我們都有在聽 那我會覺得說 他前面花兩百塊抽 你後面 的牌要漲價去賣 會有爭議吧 有些人是他想要 拚兩隻或是怎樣的 對啊 因為我們通常都是 直接 你要什麼 有些人會直接買 因為娃娃機現在的生態就是這樣 但是問題是 他現在的反應狀況就是 他花了蠻多錢 對於他想是蠻多錢的 對 那他什麼都沒得到 那這情況下 對我來說判定 我就會覺得說 是不是練才 你們的遊戲方式 比較奇怪 但是爆版 像你這樣拍 那變成說 人家會直接覺得說 我們是 什麼 對啊 我跟你講 這個我覺得你也是做自媒體的 對 其實如果是我的說法有 我 他們一定會 他們一定會去站在你的聲音講 因為不是 絕對不是我影響 你的 講難聽點你比我還知名 以知名度來講 你比我還高 那我現在要做的事情就是 這影片 一定是放出來 那就讓大家去評斷說 到底是 粉絲 賭了 不認輸 不願賠 還是 你否希哥 做這件事情是不妥當的 為什麼說是我做那種 因為 是你 你耗到這個局的 欸 沒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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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不是我 我沒有說 欸你要趕快來趕快來 沒有吧 從來沒有吧 對啊 我覺得你可以自由心證說 我只是想知道 對都不是我 這簽裡面 到底有沒有 iPhone這個耗 可以 這可以 因為像我們 輸的話就會直接 直接給 因為 會加價的原因是因為 他跟我們講說 欸那我可以不要只有 一支iPhone 我要兩支iPhone 如果說你們剛才有在監聽的話 你就是可以 沒有那個是 那個是 因為他有講過說 因為你每次在 他們玩到後面的時候 都會要求就是 就會說 欸獎項提高 但我現在認為我覺得 才的點是說 不該有加價的動作 因為 明買明賣嘛 那你已經 做正規是不行 對是不行 但是 而且這又是優關抽獎的東西 但是你360張是賣360張 這個東西就是 不是一個人在玩的 對啊 這個東西不是一個人 都是 這幾個人玩 一般賞幾個人玩都一樣 我今天要包牌 像我的個性我就直接全包下來 你管我要幾個人玩 也是 對啊 你不能限制說 一個人就不能包牌 也是會有這種的 對啊 所以我覺得你的問題 現在木田最大問題是因為 我現在不管獎項到底有沒有 我們就光講 錢的部分 我就覺得你們就是 在練財 因為上一次的情況是 正常200一抽 那我們360抽完的話 其實 全抽完也7萬 那手機就3萬 可是後面 你說機率 越來越少的時候 就會變得越來越貴 變成300 500 甚至500 那 我們當 一般場這東西 抽到後面的時候 基本是已經要包吵 那你有 你有跟 我們說要 Double嗎 我沒有主動 你就直接說 直接 一張500 然後呢 你中了我就給你一支手機 這沒有錢嗎 沒有 都可以拿下來 都可以拿下來 直接拔下來就好了 可以直接拔下來檢查 還有沒有了嗎 沒有 欸有 黏一張 你可以直接打開 因為它黏在那裡我也不知道 你可以直接打開看 就是 92號 這是10號什麼意思 10號就沒東西 那 剛剛確定抽掉200張嗎 沒有超過也沒有少 欸不知道前面有沒有人 玩 因為這個不是只有一個人玩 有開店 對 對 可是你們剛剛跟我說 應該是沒人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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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這邊有兩個籌備 昨天有人玩 喔有了 好像有了 那這沒辦法 這個真的有人玩 對 你應該看得懂的話 其實應該知道這樣是有人玩 是有人玩 所以應該會少個幾抽 那會少幾抽 這要看表 對啦要看表 看什麼表 這邊只剩156張 所以這邊只有4張 對 因為它不會多 因為360張就是360張 對 就不會多 因為它廠商做出來的籌就是這樣 對 因為通常我們這樣看 就是要看說張數有沒有對 因為 我覺得這樣比較麻煩的地方是 因為你們說 他跟我表示 你們跟他講是說沒有人玩 但實際上張沒有那麼多 對 就是你就說 剛才說其他人也有玩 但是這個真的是 我們不知道 因為我們不太 對啊 他在玩的時候 應該就要知道 有剩多少張 因為這樣才知道說 到底會不會有問題 就對於消費者來說 對啊 啊黃金豪 你有跟那個鳳凡講說 你只有 他先抽 但是沒有錢付 我跟他講說那你不要付了 這件事有講的 但是有啊 但是如果那兩萬再加進去 就變十萬了 對 所以那等於說 如果說以不收錢來講的話 講說他這兩萬給你 等於說 他今天花十萬塊在你家店 對 他的十萬塊等於說去包牌 但是你們的規矩又一直改 欸 是他說他要乘以二乘以三 那我們也 我沒有 剛剛我有講 乘以二乘以三你要加錢 我覺得OK好 這講得過 但是他剛剛有 那個妹妹有講 他不需要加 但是一張也是要提升到三百塊 你等於說你獲利一定要提高 你才願意把這個獎項放出來 因為很少人這樣包 這包整套真的是很少 但是你不能設定不能讓人家包啊 剛剛如果都有在監聽的話 應該都可以聽到我說 這個不要上頭 你要不要不要玩 對啊 對啊 對於他們已經花錢 花這麼多錢了來講 對啊那如果說 你說網紅在練載 那我會趕快玩 對吧 你自己試吧 我是這個好累喔 我們討厭試這個 但是我真的不希望是有人來造查的 因為有些人他故意 重了然後 藏起來 然後來 要凹 對 我們遇到這種狀況 其實我 我老實講就是 其實根本現在跟 這個錢不是我們主要的目的 主要目的是 他根本投訴 也不是一開始不是投訴 錢有問題 他就是覺得說 他沒拿到東西 不是說沒拿到 是 這已經不是一個公平的交易 剛剛我聽到 我也說我不能只聽他講 所以我就說那你再玩一次 我聽聽看之後 但我聽到後面 我覺得不OK的地方是 並不是說 他現在在看牌 牌沒有錢 我才信來 我今天不是來查牌 有沒有問題 我先是來看說 為什麼 他要再買下去的時候 要繼續加錢買 那你這樣子就是在練財 而且他這個攸關 是他自己 前面投入的錢 這前面錢是他自己投的 那你說 前面的是別人投 那就算了 他只來撿尾刀了 就像是最後賞 你玩一番掃牌 最後賞 他不可能最後賞要夾夾賣吧 還沒開到嗎 他中的就是這樣 下面有主號 他裡面有三種主號 所以只要找他主號出來去啊 對 只要找iPhone主號 看有沒有 中就知道了 都檢視有知名的人 這是最後一張315 所以有中 對 你可以開 最後一張 91號 所以中了嗎 沒有 所以 他現在的意思是什麼 沒有iPhone 沒有iPhone的錢 嘿 你要確定喔 確定 這個這件事就很玄喔 可以可以 沒關係 我一個一個檢查 我可以入鏡嗎 我可以講一下話嗎 可以可以可以 來各位 這位觀眾粉絲 他抽出來 他是說沒有iPhone的 對 那怎麼會有這件事呢 那就是我們常罵 那為什麼前面他開都有呢 那唯獨這一次這麼剛好 講難一點 要嘛 沒有他前面也沒裝過不是啊 但是他有開出來喔 我們沒裝都要全開 我知道 那個時候他就講了 他有爆料的其中一個點就是說 那時候開的時候 是由你們去拿籤 才出現了這張牌 他也可以開啊 但問題是他沒開到 那怎麼變出來 我覺得這樣講有點 先講 我是說 那時候有開出來的狀況下 是你們在現場 你們有去拿牌的動作 所以他認為說牌是在你們這邊 那現在他這次 沒有讓你們拿牌 他自己拿 就沒發現 iPhone這張籤 就很玄 所以你認為說是他自己長牌 我不知道 但是 很詭異 那我覺得 就給大家去判斷好不好 我也不說到底有沒有長籤的動作 但是 他現在目前消費的狀況是 你金額多少錢 我們稍微解 我們現在就管這一套 那92號去哪 對 做牌的方式我們不懂 反正 315 現在這主號碼92號是不見的 然後他的牌已經全部都開出來了 就是沒有 那選了 所以你們要解釋啊 那他現在怎麼辦 他包牌 如果真的沒有我們都是全個退費的 那他之前消費的怎麼辦 你現在目前出這個狀況 並不是說什麼 退費就沒事 我知道 這裡有兩種問題 第一個 店家常出 我們剛剛都有問過 裡面有沒有手機 你說一定有 一定有啊 絕對有啊 因為這不可能少啊 那現在開了沒有啊 那如果我現在以正常民眾玩 他就是 認賠嗎 但是正常的民眾 沒有 正常民眾都一定會中 但他現在 他是不正常的民眾嗎 你剛剛少是不是 剛剛是不是少四張 少四張 那不然就要看那邊 有沒有人打 這裡 但是我現在問題就來了 剛剛我們就在確認說 這裡面有沒有iPhone我才來玩 那現在就是說有 我們才玩 那你現在跟我講說 有可能在那四張裡面 那你前面跟我講iPhone是講假的 因為人家中的太多了 那我現在問一下 我現在問一下 我現在那兩支iPhone怎麼辦 我現在那兩支iPhone怎麼辦 如果遇到這狀況是什麼 錢箱的錢 還有加獎 你對我來說 我直接講就像炸毒一樣了 我就明白講這錢箱是我的 你要怎麼跟我交代 確實是炸毒的感覺 但是 我們也懷疑 是不是搞事 你可以認為我們怎麼搞事 你覺得 不是你 因為今天是 他委託你 所以 到底 我講了一點 你可以講出你的質疑 我們就沒關係 會不會別有居心 就假如說他討厭我 或者是他舒爛 他就想要你搞我 這個是 有可能的 那也要你的牌沒問題啊 對啊 那 前面他在抽的時候 他知道今天要來拍 但我們不知道 他會不會已經中了 他就先藏起來 這是我合理懷疑啊 可能他不會做這種事 但是 會不會是這樣 你們都在這邊看著啊 他試的牌都在這邊 他試的牌都在這邊 不看有沒有200抽 如果你覺得 你覺得有這問題 我們現在算200抽我們再拿 你覺得那個機率太低了啦 你講那時候不可能發生的事 因為他那時候我們會在後面看著 他去藏這個牌沒意義 沒關係 因為我們那時候當下 我在門口 我在門口在拍的時候 我就講 我不希望有事情 我最好是我現在 他開到獎項 我就直接離開 我根本就不用 因為他就中 就代表你們沒有任何問題 但是為什麼會進來的 第二點就是 因為160抽的時候 你們說要加碼在300塊 我說為什麼 因為錢現在是我的嘛 我為什麼 我現在就是 擺明就是要玩到底 為什麼後面要加錢 所以我不能接受 那你說好像加400塊 可以有兩個手機 我換算價 OK啊 400塊我全包嘛 但是現在包了之後 沒有手機 對 的那張號碼 所以現在我覺得 非常奇怪 要找 要找 不是 現在是因為我在這 所以要找 那如果兼職一般民眾玩呢 會有一個 合理的 處理方式 我也沒有要求什麼 我覺得這個今天 我覺得是 柔想難聽點 拍到這種畫面 不是預料這種事 但也不意外 對 其實拍到已經 我一開始開開心 已經講到覺得 好像 有點在 不是你喔 是覺得 好像惡意在抹黑我們 因為我們也是 大哥 我不是說你啦 我不是說你 現在就不見了 你說抹黑 你真的蠻能拗的欸 我不知道中間做了什麼手腳 我不知道 你們一直都在現場欸 你們都看他玩的欸 除非你看到說 他一個人自己在那邊玩 玩到後面跟你講說沒92號 那你可以說 他老是 你們三個都在現場 他只有 一來一女在這邊 我們是後來 進來幫 查件都 除非你認為說 我進來就把那張牌給抽掉 我根本連你 中獎號碼是誰的 我都不知道 那兄弟你想啊 你會希望 我們怎麼 你太扯大哥 我現在要講 我也不想拍了 好不好 那你們要怎麼處理 你們自己處理 那我今天 我看到的狀況就是這樣子 有否好戲我就覺得 你蠻扯的 就這樣子 真的蠻扯的說實在 沒有什麼好拍的 因為我覺得今天你已經 我講實在 我就已經抓到你 抓到你 牽不見的問題了 你還在跟我硬 然後說什麼選不選 我說不要拍了 走 我跟大家講 我直接出來不拍的 原因是因為 我怕我的脾氣 再跟他講下去 我會 因為我覺得 身為一個公眾媒體者 他擺明就是在硬拗 沒什麼好講 對我來說 他就是在做錢 我只是不想要在他面前 講那麼難聽而已 但 我相信看影片的人 自己去評斷 我也是很客觀去 做這些事情 那對我來講 我今天不知道攻擊誰 我也不認為說 哪個網紅有問題 那只是剛好遇到 我就講了 這片有拍到就拍到 沒拍到我也無所謂 但我目前看到這個狀況 我覺得 根本沒什麼好談的 因為他哪什麼鬼態度 那我覺得 影片就這樣 那我希望 這邊呼籲各位網紅 我知道大家都在做影片 做流量 做狀況很辛苦 要想要賺更多錢 但我覺得 用一些比較正常的方式 不要用這種 利用自己流量去騙粉絲 做綠色情 謝謝 schaffen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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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